新智源编译,翻译,小攀,新智源导读今年3月,谷歌推出了一款名为Britical的芯片,称它是第一个可以超越任何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系统,它将会成为量子霸权的标志,而谷歌将在今年达到量子霸权。 不过,爱里巴巴量子实验室,最近的新结果表明,谷歌的这一计划过于乐观,谷歌的量子计算研究人员一直在计划一个派对,要来自中国爱里巴巴的竞争团队的新结果,可能是这个派对的推迟,通过中美公司在这个规则的物理边界上的竞争表明,国家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们希望创造一种新型的难以想象的强大电脑,今年3月,谷歌推出了一款名为Brissey Chrome的芯片,旨在成为计算的一个里程碑,谷歌称,它是第一个可以超越任何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系统,它将会成为量子霸权的标志。 该组织的领导人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ínez,表示,将在今年达到量子霸权,更新了此前说2017年达到的预测, 在马与巴巴量子研究人员获得的新结果表明,谷歌公布的Brissey Chrome计划无法实现量子霸权, 他们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更低错误率的芯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谷歌研究员Fergino Borgso,告诉Wired他欢迎这样的研究,但关于这篇论文的结果有很多争计,其他人认为这些争议是值得注意的。 南加州大学教授IPPEN说,游戏规则已经开始改变了,实现量子霸权将是一项科学突破,而并非量子计算机,已经准备好开始,投入到有用工作的迹象, 但量子计算机的实现将有助于虎哥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组,搜索公司和IBM,英克尔和微软等竞争对手, 想要将量子计算机租租,或出售给Deniel和JV Morgan等公司,这些公司也正在探索如何改进机器的电池和成本模型, 计算机使用电脉虫,以比特为单位,灵活一来表示数据,量子计算机将数据编码成量子力学效应, 这种效应在20世纪早期,是阿尔伯特·埃因斯坦和其他物理学家感到困惑,从而创造出量子位, 这种奇异的设备,在接近G对零度的温度下运行,在小组中,量子位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来完成一些艰难的计算, 比如对零合一达到一个叠加,有证据可以帮助进行化学模拟, 我哥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机器学习也能得到提升, 胡哥的布瑟空芯片拥有超导电路制成的72个量子比特,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芯片,超过了IBM的50量子比特和英特尔的49量子比特, 胡哥的研究人员计算出,这足以在超过任何范围的常规电脑的情况下, 运行一个精神挑选的演示问题,实现量子霸权, 中国领先的在线零售商阿里巴巴的研究人员, 利用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服务器,来摸米Google新芯片的运作, 并利用美国公司已发布的计划对其提出挑战, 结果提醒人们,现有的计算机架构远未实现, 并暗示,胡哥计划用其量子芯片进行演示结果, 不会超出传统计算机的范围,阿里巴巴量子实验室主任施姚云说, 很多人都希望这款未来的处理器能够实现量子霸权, 然而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期待可能或于乐观, 它表示公司通过设计更好的方法, 即将模拟量子计算操作的任务, 划分为许多共同工作的计算机来取得成果, 阿里巴巴的研究结果让克罗兰多大学的教授格雷鲁斯密特, 发出了一条有一串瓦组成的评论, 似乎是最有能力的量子芯片, 但阿里巴巴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种芯片的错误率仍然不高, 他说,这表明我们不会在短时间内看到它们实现量子霸权, Google的Borso反博说, 阿里巴巴的模拟由于不够细致而无法作为证据, 研究向阿里巴巴实施的更好的模拟方法, 是谷歌一直在研究测试量子霸权新方法的一个原因, Borso称其不应该要求大规模的硬件升级, 南加州大学的海恩说, 这反过来会刺激研究人员, 试图从传统计算机中诈取更多, 他说, 我趁信游戏规则会发生改变, 阿里巴巴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崛起非常迅速, 这也显示出了中国的技术雄心, 自2006年起, Google一直致力于量子计算, 最初取用来自加拿大B-Wave的硬件, 中国公司于2015年进入该领域, 与国家支持的中国和学院合作, 开设一个心理研究实验室, 今年2月, 该公司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一种实验性11量子比特芯片, 中国政府已承诺投资100亿美元, 建设一座新的国家量子实验室, 这些项目成为了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的一部分, 欧盟正进化的量子研究领域, 投资11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在预算值党中, 强调了量子计算, 尽管白宫办公室的科学和技术政策, 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大幅缩水, 但该研究团队在12月, 获得了第一位量子计算专家, 他是来自于的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杰克泰勒, 杰克泰勒, Google日的2014年, 建立了自己的量子硬件实验室, 引入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马丁尼斯领导该团队, 该公司最近的一些关于实现量子霸权的言论, 让该领域的其他一些人感到厌烦, 他们认为建立里程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现在是在对量子计算机实际进程进行炒作, 英特尔首席技术官Mark Mayberry在中告诉Wired, 他认为该技术的广泛商业化将会是一项为几十年的项目, IBM则表示他可以在5年内成为主流, 施亚源并不否认量子霸权是关重要, 但他建议谷歌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应该在此问题上更加开明, 他说,对于设备物理学家来说, 担心什么时候到达霸主地位, 像是担心宝宝什么时候比你的狗更聪明一样, 只要你专注于照顾好它, 也许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发生了, 原文 加入社群,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